近年来在台湾掀起热潮的小铁人三项 现在不用等到十月的比赛 暑假也能体验 为期四天的夏令营活动 路跑 游泳 自行车 每项都有国手级的教练来教学 让小朋友不单是玩得开心 也能够更加深入了解铁人三项这项运动 小朋友跟着口令一起出发 到了转弯还会摆出手势 告知后面车手 这么专业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踩铁马运动 而是铁人三项里的单车项目 每个小队都有教练在前头压车 一点都不马虎 在近年掀起热潮的小铁人三项 暑假也有机会体验 为期三天的夏令营 从路跑游泳到自行车 都有国手级教练全程知道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慢慢讲解 行进间手势 再到刹车操作转弯技能等等 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 连原本不会骑车的小朋友 都在短短几小时找不到技巧 来参加之前知道要骑脚踏车吗 知道 有没有很紧张 有啊 那时候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办 来之后现在骑起来 觉得怎么样 很轻松 除了体验铁人三项外 每个运动转换时 身体肌肉如何调配的 Pro级技术 也在课程教学范围 然后平常的时候 因为上班 没有办法比较密集的训练 他们就平常就很少的练习 然后一到假日 就进行了非常高强度的练习 那我就告诉小朋友 他们必须要循序渐进的训练 通过实际操作互动 学习专业知识 小朋友玩得开心 又能享受运动的乐趣 一起宅在家里上网打电动 熟悉生活 夺了点健康Fu UDN TV 徐生辰肝帮结告家府 采访报道